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攝影日常 那我們昨天呢拍攝完我們的眼鏡的照片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進電腦調色跟修圖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來到電腦之後我們就快速開啟我們的Luminar調色軟體 那就直接把我們的照片給他匯入進來 OK那我們就快速的挑選一下照片 然後就開始調色吧 那我就隨便挑了最後的幾張照片直接來調色 那我們的色溫呢直接讓他在一個比較冷的狀態 所以讓整個眼鏡看起來是比較藍藍的感覺 那我們就快速讓曝光對比高光跟暗部 直接把整張照片拉起來 那其實這隻眼鏡上面只有單一一種色彩 所以我想說我們直接把鮮液度降低 讓顏色不要太多 然後直接把現有的顏色飽和度拉起來 那顏色的部分我直接把紫色的飽和度加強 那其他的飽和度都是降低 只讓這個鏡框這個顏色凸顯出來 那接下來就是細節增強 讓我讓小的細節 像是這個鏡框上面的紋理這個部分 我要讓它稍微再降低一點點 因為其實這個鏡框是有點霧面的 沒有把它降低的話 顆粒感我覺得有點太重了 所以看起來好像有點粗糙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小的細節降低了一些 那我們中型細節加強了一些些 讓鏡框比較有細縫的地方 稍微銳利了一點點 然後還有最大的整體細節 我們就把它增強了一點點 那最後我們來調整就是這個進階的對比 那我們來看一下before跟after 這是before然後這是after 這個東西真的是超級好用 你可以單獨調整高光中間調跟暗部的對比度 還有對比度的位置 我們直接讓高光的地方讓它全白 因為這邊都不是我們要呈現的細節 中間調的對比也增強一些 讓中間調稍微再提亮了一些些 那我們比較暗部的地方 讓我直接把對比增強到最強 讓裡面很黑的地方 直接讓它純黑 這樣子可以呈現一個比較神秘的感覺 因為我們把黑色壓到很黑很黑 所以我們從一個黑 然後慢慢漸變到灰 一種完美的漸變 OK 那我們完成我們的調色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照片全部輸出 那我們就快速的把我們照片匯入到我們的Lightroom 那為什麼要Lightroom挑照片 不直接用Luminar直接挑呢 因為Lightroom它可以很快速的放大 然後切換不同的照片來檢視 那像是Luminar這個部分就比較弱一點 它每一張切換都需要等它一下下 但是我覺得Luminar有一些很特殊的功能 我覺得非常喜歡 所以我還是用我們的Luminar來調色 那我們最後只剩下12張照片要挑選 那我們就快速的挑選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進Photoshop修圖了 OK 那我們就挑出最後一張照片 後面有一張單張勾勒這裡兩條線 還有這裡鼻樑的部分 那右前方這邊有一塊反光板 來打正面上方這邊的光線 左邊還有一塊反光板來勾勒這一條線條 如果沒有反光板的話 這裡就是一坨黑色的色塊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照片丟到Photoshop 把上面這些膠帶 把這個泵桿處理掉 還有鏡片一些灰塵髒屋的地方 把它處理掉 應該就完成了 OK 直接來到我們的Photoshop 那我們直接先複製一個同樣的圖層 那我們就直接用鋼筆工具 把這隻眼鏡去背去下來 OK 我們終於把我們的眼鏡整個用鋼筆工具 選取起來我們就直接到我們的路徑 然後把它變成 選取區域 反轉 然後我們直接按Delete 那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完美的眼鏡去背 那我們接下來來處理右上角 這邊有膠帶穿幫的問題 我們先把它用印章工具想辦法把它清理掉 OK 那我們的膠帶完全把它處理掉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處理一些比較小的細節 像是鏡片上面有一些灰塵 然後鏡框上面有一點刮傷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處理掉 OK 那我們把我們鏡片上跟鏡框上所有的灰塵都把它清乾淨 那這邊這個鼻梁這邊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不自然 這其實是它原本的材質 那我在想說要不要把它修補 把它用平呢 還是就讓它保持原樣 沒關係 那我們先複製一個新的塗層 因為我們待會想要讓這些可能比較不明顯的紋路 可能還保留一點點就讓它刷蛋的感覺 就其實讓它保留原本可能上面有的質感 就我們不要徹底把它消失掉 就可能讓它稍微不明顯 這樣子 OK 完成了 那我們就把我們鏡框上面有瑕疵有刮傷的部分 我們直接把它全部都修掉 你看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看起來心情就很好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要降低多少不透明度 那我們就稍微降低一點點的不透明度 讓它有點若隱若現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伸出一個背景給它 那我覺得我們一開始拍攝的這張照片 後面這個漸層背景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要再重置一個Photoshop自己的漸層背景在後面 那我們就直接吸一個顏色 然後開一個新塗層放在最下面 哇這看起來好讚耶 這看起來超級漂亮 那我們就是想要這樣子 有讓眼鏡飄起來的感覺 就是飄在空中的感覺 所以下面的影子我們完全就不需要夾 因為空中是沒有影子的 漸層我們就再慢慢微調一下 因為我想要在這個比較白的地方 在比較暗的漸層這邊 然後就慢慢的讓鏡框這邊背景是比較亮的 這樣子才會比較凸顯眼鏡本身 如果把它反過來的話 就會看起來好像 哇賽怎麼黏在背景裡面 然後這裡沒有凸顯出來 這邊也沒有凸顯出來 因為它就融合在背景當中 那如果我們這樣子反過來 看起來就會更合理的一些 好啦那就是這樣啦 OK那我們就完成我們眼鏡的修圖跟調光 那從我們的before到after 看起來就是超級有質感的啦 OK 那我們的最終照片 我會放在instagram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攝影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 按讚 按讚